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俩挑手艺 小小山野菜 让府顺的乡亲找到了致富新路 法库小夫妻养殖有新意 小院成了动物园 把爱好做出了高效力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未知黑土地 大伙早上好 我是大明白郭浩 君子兰不少人都喜欢 平时咱们常见的都是开橙色花肉 您见过开绿花肉吗 这个在市场上还真不多 安山有一个对君子兰非常痴迷的人 他不光喜欢兰花 还挖空心思琢磨 用十多年的时间 培育出这个兰花的新品种 在安山市经济开发区小台子村 有一个君子兰培育基地 与以往开着橘红色花的君子兰不同 这个大棚里的君子兰 颜色多种多样 其中以大部分青绿色的君子兰 最为亮眼 有红花 黄花 有粉花 没听说有绿花 这从这有这个绿花的感觉 也特别 特别 受人幻影 都喜欢 爱好 这个兰花呢 像绿花 它在市面上是很少 像这个高老师 这个成规模 成效 繁殖 繁殖花 这个绿花 在东山城也是 独一无二的 在这个600平方米的花窖内 有近三万株的绿花君子兰 它就是这些花的主人 高宝斌 今年67岁的高大哥 对兰花格外痴迷 在养花圈子里 也被大伙称为花痴 为了养花 曾经它的许多行为 让别人都很不理解 就是过去它就是 有房子 有房子它也卖过 卖过两个人 它就是这样 卖完整成绿养用 完整买点花 买完整自己鼓动 繁殖 十多年前 一次偶然的机会 高大哥在朋友那里 看到了从国外引进的 开着青绿色花的君子兰 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从那开始 他就决定买点绿花 自己培育 就是我买花买了六年 就是坐货车 什么坐车 打车 拿走去 这玩意刚才不好买 不是有钱就能买 劳费进来 拿走去 听说就去 但是有时候你遇不着 好话你遇到一些也不卖 给人钱都也不卖 人家也喜欢 也喜欢 在十年前 成品的绿花君子兰 并不常见 高大哥只能从别人手里买苗 而当时最便宜的 也要一千块钱一盆 像咱们刚开始买苗是吧 像买一百个或者二百个 除十个二十个好的 他看起来是一片了 哪个好 咱这个花就得留着 留着 这个花再开 这小苗再开 三年打标 三年不变 都是这模样 这花就打标 为了保证绿色兰花的颜色 稳定达标 高大哥只能用笨办法 等待连续三次花期 颜色都不变 这才能确认 而兰花从苗到第三次开花 就至少需要八年的时间 你看五年开花 三年那个达标 你看它那稳定性强 你别变了 它有时候好了 有时候坏了 不行 这个不稳定 挑出品质稳定的兰花 接下来就可以自己来繁育了 高大哥说 想要繁育出颜色好看的兰花 就像调色板一样 需要自己调配颜色 将不同颜色的花进行受粉 育出的兰花 颜色也会完全不同 而这个过程 有时候还需要一些运气 有的话不是说你想 我这话想点这个 就出这个 不是 我有一颗花点乌龙了 就点 本来是点这个 点那个 我点错了 这话出来东西 就点错了 出来的东西好了 根本就不知道 谁能知道 他点错了 你要正经办 你想点 还不一定出来 兰花繁育 需要人工受粉 这大棚里成千上万株的兰花 都是高大哥 一点一点完成的 六个熊蕾 一个齿蕾 这个熊蕾是供的 齿蕾是母的 熊蕾你把这个粉夹来 一般都不跟一颗花上夹 给这块夹个粉 把这个上 看到没 这个往上一点 点齿了 这就完事了 点一下就可以 你看这个也是 点一下就可以 为了让兰花 茁壮成长 高大哥坚持用自己 调配发酵的水肥 给花补足营养的同时 又不伤花 十年如一日的钻研 如今高大哥培育的绿花君子兰 在市场上受到了很多爱花人士的赞赏和喜爱 高大哥也觉得成就感满满 这么多年 高大哥对君子兰的喜爱只增不减 虽然在外人看来 兰花之间大致相同 但是在爱花人的眼里 却千差万别 各有特质 而高大哥也在为自己心中最佳的绿花 而默默努力着 你看这花吧 都有区别 你看这个 袁盛翰 它这背板 这个口还大 这花 你看这个花也绿 绿度够 但是没有多大 没有多长 南中中国绿花 将来也叫安山绿花 也叫安山蓝 安山绿花蓝 前景挺好 但是快夜出来了 就看几天以后能不能打表 如果打表了 咱们这花就出来了 真正是咱们自己的安山绿花 接下来啊 大明们给大家介绍一个 充满欢乐的组合天团 他们的业务顶呱呱 路人员极佳 年龄都是六十家 退休回村 要当大鹏的翘楚 种花跳舞研究花卉图谱 他们就是守山镇的养花男团 嘿老李啊 来挺早啊 挺早啊 挺好的 我一次给你吃早点来 嗯 哎 老门子啊 哎 自己怎么样 身体挺好啊 挺好 嗯 哎呀 这些这洋户也挺忙人的 哎呀 老蒋 要怎么来了 要怎么让你这么撑点粉呢 教主啊 还是你辛苦了 老周今天来晚了 从进棚开始打了圈招呼 就立马回来试弄起自己的君子兰 那刚才跟他说话的这几位 又是咋回事呢 这是啊 咱们大家这是什么四个老朋友来起养花 每人住的面积不一样 哎 他我养的四十平 咱们这老李大哥你是四十平 你老门大哥是一百平 老贾大哥是二百平 所以咱们老哥姐来起玩 中间就像三把线 这是互相之间一个间距 哎 显示你的位置 他的位置 就这个道理 哈哈哈哈 就是一种休闲性的养花 大伙来起养老型的 娱乐型的 听说过组团养老 如今啊还真是碰上现实版本了 来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 这四位团员 我姓贾叫贾瑞欣 出生在三州省雷夷费县 我今年六四九 我叫李慧毅 是矿山公司的一个退休工程师 我叫梅永小家住爱山 今年六十一日 我叫周杰姚 我老爷不觉醒的啊 四位老大哥平均年龄六十家 他们不仅在一起养老养花 还各有各的昵称 就连团队都起了一个贼潮贼潮的名字 我是教育 我是团人 我是年龄担当 哎呀 我是咱们这句话 这话老话了多点 大学老比较点 我们是九园还不是 九年前贾瑞欣退休之后 在九园农场租了这个大棚 开始养君子兰 之后的两年间 他的这几个老伙计 也就跟着凑起了热闹 于是就有了一个大棚 四家养兰的小团队 他们说这样组团养老 是又时髦又开心 你在家很孤独的 孩子都上班了 两个老人在家 瞅见了 看个电视还得干脏的 这就是通过养花吧 心情都好了 也不打仗了 到时候了 就是集体 这几个人在一起 连手和带销 人开花说 到时候里的一瞅 红花 绿月配 有共同语言 有心里有点事 有点事说 所以他就不孤独 时间过得很快 要说这F4男团的 四个老伙计 就够有特点的了 那他们养出来的花 肯定也是个性十足啊 你看我的花多好 绿叶黄星 你那特殊的 对吧 这个其实在我那 就算数得着了 我做嘛 你那做嘛 咱做嘛不好 苗小大个 个有个优点 你看我的东方 一把游戏 特点是特点 但是你的历史力好 漂亮 你那跨也好 你那咱也好 但是我这小型来 你们没有 你说一句 他说一句 大伙每天吵吵闹闹 过得充实极了 可是别看他们 现在都精进生生的 这要哥刚来那会儿啊 谁都想不到 脑能一直在一块儿 还能成立男团 到时咱们来一下 就觉得他顶多活三年 心脏病 糖尿病 向他眼中 一整就迷惑 一个是心情 一个是身体 一个是年龄 在下糖尿病 引起的他身体状况 稍微弱一点 走到都不行啊 打晃 那就是气啥都不行 团宠老门大哥 当年进棚的时候 身体特别不好 老哥几个对他格外照顾 帮着打土栽苗 这每天来花棚里 打卡上班 说说笑笑 现在身体可好了 都能骑自行车来回 通过这十了多年 连多年呢 带我玩花 这心态也还是保养过来 几乎就是 没有什么感冒 没有 自己老婆你们得听话啊 咱们活得好好干的 一会儿我领你们跳两曲 好 跳两曲 撑两曲 明星有经纪人 F4男团有教导员 为啥不听话呗 为了他们身体好 教主贾瑞欣的老伴 每天定点带他们跳舞 这可倒好 好一个 你说你打什么麻将 你俩还不玩麻将 你都成人了 这不能老玩麻将 告诉你啊 以后我告诉你 这活你得好好干的 话好好养的 你不能玩了 咱打麻将 咱是娱乐 你说你这玩你这个活得干完 你活不干完不能玩啊 咱一会儿咱还跳舞 乐乐唱歌舞的 走了门头走 过去走 回来了 哪儿 回来 你这会儿都不听话 你等你难得 一会儿我收你啊 把门头出来啊 赶紧的 慢曲儿 慢动作 养花养脑 慢生活 这是属于F4男团的人生片段 有陪伴 有帮助 有共同的难忘经历 老大哥们都许下了愿望 这个男团 还将一直欢声笑语地走下去 保证自己好的心态 身体健康一点 把它养得旺盛一点 我就希望一先赶紧过去 全国各地的那个 养花的 不是买花的 到这来 互相都挣点钱 家里都不高兴了 我自己要不好也组过来 将来三花展 去 也去晾晾相 这就活到八十岁啊 咱们接着往下说 沿口大石桥的李大姐啊 种的糯米 年年都不愁卖 人家包米收购价 八九毛钱一斤 可李大姐家要一块二三 就这 还供不应求 李大姐到底种的是 啥品种这么好卖呢 一大清早 胖鸭就拖着两个大鞭织袋 紧赶慢赶的 这是要去干啥呢 乡亲们呢 你们家的年猫米都熟没呀 我跟你们讲啊 大石桥是我李大姐家 年猫米可熟了 我得赶紧啊 上餐家 上货去了 李大姐 翻眼儿来了 今天你就白控制啊 你就挑你家那个大个的给我装 脱了 今天市场价一块六七 我拿呢 你拿照你一块二的 大姐你这包米也太贵了 人都八九毛钱 你卖我一块二三 这不就在几天前 有收购商来收李春林家包米 人家呀压根没卖 为啥呢 嫌便宜呗 这个胖鸭嫌贵的包米 人家李大姐呀 是一点都不筹卖 原来呀 李春林和李光宇两口子 就在去年 换了一个新的玉米品种 锦诺6A 就刚刚那个黑土地买这种 这个是近年 头一年 也是头一年 是种 指定皮那个鸭爆米好 糖度挺高 不皮水果差多少 就是水果爆米差多少 锦诺6A 是黑土地的那个 爆那个 我说那碗你们大碗来尝尝 头来一尝 就是好 今年卖一万多 还没卖完 就是猜猜猜猜猜猜 锦诺6A 光从它的名字上听 就知道是甜糯型爆米 但咱知道 一般的甜糯爆米 猪高和碎位 都得达到2米4 2米5 这大风一来啊 就容易倒幅 那锦诺6A 是不是也有这个痛病呢 首先一点呢 咱们说锦诺6A 它的猪高非常矮 正常就在2米到2米2 而且呢 它下部的净杆呢 非常的一个粗壮 非常结实 所以说 它是一个非常炕导 的一个年玉米品种 李春林 今年还特意观察了一下 和自己家DID的农户 自己种的比他家晚 成熟的比他家早 加起来生育期 一共才75天 年玉米品种呢 一般都在85天到95天 这样一个生育期 咱们可以提前上市 像咱们锦诺6A呢 在一层膜的情况下 咱们也可以做到 7月10号左右 咱们可以正常一个卖玉米了 而且它是一个 非常适合连做的一个品种 而且胖鸭还发现了 李大姐家这包米 不光看着齐刷刷的 无论是口感 还是范儿的大小 都是上范儿最喜欢的标准 它这烫度非常整齐 而且呢全都是大粒 它整体没有小粒的一个存在 上面没有画粒 通体呢都是雪白色的 大概在21到22厘米 像咱们早熟的 这个甜豆玉米呢 一般像咱们收 收的话正常的标准 16个以上 但是咱们呢远远超过 它本身当地的一个收购标准 能达到20到22 所以说它是非常大半的一个品种 好 您这里收看的是 辽宁卫视黑土地 大明白接着说黑土地上的事 好了 接下来咱们关注天气 进入谈天说地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 真冠二号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今天是农历的5月14 6月份呢是冷窝活动 比较频繁的时期 也是强对流天气的多发时段 雷声阵阵 冰雹滚滚滚 是6月常见的天气现象了 大伙儿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雨具 在空旷的地方呢 千万不要接打电话 有位观众说啊 他家去年种的白菜产量不高 有没有啥办法能够提高产量呢 咱们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吧 像你去年呢 那个产量不高 是由于两种原因 一个呢是品种 它壮心比较慢 结球呢松散 后期如果说出现 咱们这种那个低温的情况下 早上来得早的话 咱们就产量呢就上过去 还有一个品种 就是它的这个净菜率不高 你这掉帮掉的厉害 所以说就是这两点呢 我给你推荐 今年你种真冠二号 这个真冠二号呢 是我们今年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 它呢就是结球非常紧实 属于中装碟爆型的 到后期的时候呢 上期时上得非常快 而且呢上期时呢 也上得比较紧 所以说非常适合 像你家这种大面积的这个种植户 咱们卖秋菜 这个类型的 咱们去种这个正观二号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由于它装心速度快 咱们上期的时候呢 也可以呢 那个提早上市 这样一来呢 咱们可以把握 咱们这个价格的 这个掌握好 这个价格的时差 如果说价格好 我们赶紧上市 状期是状的比较紧 这样来呢 我们能够效益能增大 如果说价格呢 不是特别理想 因为每年这个白菜的波动都不一样 所以说后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呢 选择晚上市 最近啊 有不少观众通过咱们的热线电话 还有后台 来咨询有没有好一些的 萝卜品种呢 接下来有请技术人员 给他推荐一下 我给你介绍一个萝卜的好品种吧 叫红某来大萝卜 这红某来萝卜啊 它是小顶小根的一个品种 像你往年种的那个 指定不是小顶小根的 为什么咱们都说萝卜 小顶小根的好 为什么好呢 因为它可食的部分多 就像咱们去市场买萝卜 一个萝卜七斤重 你可食的部分 像你家那种萝卜 可能就有三斤到四斤 剩下都是底 底和根的 咱都知道 顶和根它是不好吃的 咱们也不能去吃的 对吧 但是咱们红某来的萝卜 它是小顶小根的 所以说可食的部分多 能吃的地方多 单果呢 萝卜呢 能达到七斤左右 它的一亩的产量呢 能达到一万八千斤 到两万斤 这在萝卜当中 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产量 还有就是咱们红某来的萝卜 它不易裂果 就是说商品性非常好 色泽那鲜红 炒着非常的一个亮点 再加上它不裂果 咱们知道 一裂果了之后 就影响咱们一个整体商品性 影响一个卖家 不裂果 色泽太好 所以说咱们在卖的时候 也能卖一个好的价格 咱种植户选白菜籽的时候 肯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需求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产量要大 啥样的白菜 壮心快产量还不赖呢 咱们看看 也是那味儿啊 那你家这大白菜咋就卖不出去呢 你说这不行啊 我得赶紧找咱技术园问问去 过技术园 你说啊 你家种了好几亩这大白菜 别人家那大白菜都收走了 你家这也没人收啊 你这个白菜呢 现在呢叶的部位比较少 基本上全是白 而且呢 你看 它这个白菜啊 它的硬斤比较多 哎呀 那我不就听明白了 你那意思不就说 你家白菜上饼心不行吗 收白菜呢 都喜欢收这种中断的 一般的单猪呢 在十三四斤 十五斤这样的 那它就好卖呀 我给你介绍一个 咱们今年最新的一个好品种 叫真瓜二号 它的生育期呢 是80点左右 但是它属于呢 什么类型呢 中装碟爆类型呢 因为它撞心撞的比较快 撞心撞的也比较紧实 哎 郭静元 你说它撞心实 那光看也看不出来 撞心实不实啊 咱们切开看 看看它里面的心怎么样 它里面呢 不像有很多品种 外面丑着非常大 但是呢 里面呢 它发孔 撞心撞的好呢 首先一点 咱们可以提早上市 然后呢 撞心撞的好呢 相对比 它这个白菜呢 它要压秤 同等颗 颗大的 你撞心好和撞心不好的 它差个几心上下 它不费劲 对吧 所以说咱们在选择 白菜品种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 像正光二号这样 撞心撞的快的 秋白菜种植小贴士 秋白菜生长期较长 需要大量的水分和养分 所以应选择土层深厚 饱肥 饱水能力强 土壤肥沃 排水良好的沙壤土 青年土等 实行三到四年轮坐 同时避免与同类蔬菜连坐 以减轻病虫害 提高产量 改善品质 一般选择 瓜类 茄果类 葱蒜类 豆类 及小麦等作物的茶口比较好 选择品种 要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 别盲目跟风 从品种的生育期 抗病性 耐处性 结球性等方面 综合考虑 一般肥水条件好的地块 选用高科 晚中属品种 水肥条件差的地块 选用矮科 生长期短些的品种 大白菜成熟之后 要及时进行收获 菜窖藏菜收获后 晾晒三到四天 以便减少水分 提高耐处性 入窖之前 要摘除黄帮病叶 及时入窖 避免晚上受斗 经典1957是咱们黑土地 去年给大伙推荐的一款 番茄新品种 这番茄一失重 就收到了不少好评 眼瞅着一年过去了 经典1957的表现怎么样呢 咱们去锦州市黑山县 大火山七台子村 看看那里的种植户 怎么说 咱们农户啊 今年种的1957 效果怎么样啊 挺好 是不是都挣上钱了 OK 咱黑土地的技术员 一进村啊 就被这些热情的村民 给拦住了 大火七嘴八舌的跟他说 咱这西红柿真不错 今年推出的是经典1957 这个品种呢 就是自从去年 和黑山当地 进行一棚的试验以来 效果今年老百姓说话 就是非常的满意 收货上也是深受欢迎 就是上市场比较爱收的品种 光嘴上说效果好可不行 咱得进棚里瞅瞅去 这一个个红彤彤的西红柿 村民们看在眼里 洗在心里 这四个地方要形有形 要个有个 要散有散 果价多好啊 跟那大苹果似 还没有清点 你看这东西 没麻没练 啥都没有 真好 大姨朴实的话里 满满的都是对 经典1957的赞许 要说他能种上 这么好的西红柿啊 还得特别感谢一个人 李友 李友是他们村第一个 种咱们黑土地西红柿的人 也是有了他这个代言人 咱的好品种啊 才能落户到七台子村的十几个大棚里 就是我本身吧 这个腿脚不大好使 就是我们跟起来 邻居他就扣棚的 有不少帮我干活 有时候下市啥了 帮我去下市去搅市 他一搅市 他说你再去市 他谁品种 我这叫1957 我说今天童年中 他说这个市的确实真不错 但是不管是一个人能说 就是说有不少帮我干活的 你这种都看出这品种挺好 挺好 今天呢要不咋说这个就发展就多了呢 李友大哥成为七台子村的活招牌 也是因为经典1957这个好品种 好到了乡亲们的心坎里 这市产量也挺可观 比如别的一般的普通市的产量都要高 咱就说正常 我们脚市都使了个水桶 这一桶别的下别的那品种都是25斤 这能脚到26斤 主要是饱满 这个低空 棚里的这些西红柿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分量个顶个的足 受到了收购商的热烈欢迎 不但抢着药 还给出了高价 好市子卖高价 农户丰收 客商满意 经典1957完美地达到了大家的预期 接下来咱黑土地还会推出这样的好品种 让大家伙放心又满意 现在不少人追求绿色健康饮食 山野菜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辅顺县 辖河湘这里山清水绿 特别适合山野菜的生长 有一对哥俩呢就看准了商机 在这承包了一大片地 人工种植山野菜 您别说 这效益还真不错 辅顺县辖河湘地处 长白山老龙港鱼脉 山地丘陵偏多 但在度假村 有一块平地 被郭宏林和薛鸿生看中了 四年前 俩人就合伙承包下来 准备大干一番 今天搞何事就不能等种保密 你说那个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其实看哪个 那个效益搞种哪个 我们种了那个翅膀牙 我们其实那个苗 那边种石母 那个不怎么成功 没成想 俩人几番尝试 先是种汉道 再是种刺嫩芽 全都失败了 只有一株株大耳毛存活下来 年年都能得到效益 非常成功 这个省市省力 你就一年种植 多年受益 眼前这个绿油油 大叶子的就是大耳毛 是东北人经常上山挖的 一种山野菜 它还有个学名 叫做东风菜 大概意思就是 盛着春季的东风 而生长的野菜 这个名字相当符合 它的习性了 第一年种植完 年年春天 自己就呼呼涨了 大耳毛的优点不用说 好种植 好养活 郭红莲不打农药 不上化肥 开春腐熟点牛粪上到地里 小菜就能长得挺好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不能缺水 这波大耳毛的第一茬收割 已经接近尾声了 郭红莲两人和工人一起进行最后的采收 十天之后再迎来一茬收获 一年的效益就到手了 去年我们刚开始发到三块五三块 今天我们头一回发到三块 一亩地存收入 一千八那么样 一千七八应该没有问题 就存收入 我们也没有 种植了四年 郭红莲俩人已经获得了三年的受益 您可能要问了 还有一年哪去了呢 那是因为第一年种植 不能收菜 明年开春 郭红莲和薛红生 就要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再增加食亩地 但郭大哥也不担心成本问题 不用再从吉林引进种苗 自己就能扩种 其实大二毛不仅可以炒着吃 凉拌吃 包饺子 包包子也更加美味 不仅能够压住肉的荤腺味 还能让包子饺子 吃起来辣中带甜 因此吃的人多了 自然给了郭红莲俩人信心 把大二毛扩种下去 听说法国县有位能人 家里养的动物十多种 村里人有事没事 就要到他那参观参观 这不胖鸭知道了 也跟着去了 我们也凑凑热闹 那个大伙儿安静一下 咱们老谢谢第八师八次会议 咱马上就要开始了 尽快给大伙儿聚在一块儿 没啥大事儿 主要就是挺长时间没见面了 咱们搁一块儿就是 烙一烙 来 赞你啊 全体都有 我说胖鸭啊 你咋学的跟广坤似的 就爱到处开会呢 原来啊 胖鸭今天来到的 是沈阳市法库县 时间防震的小荒地村 这些一吹口哨 就起饭的小动物啊 叫活鸡 谢东宁谢大哥 正是他们的主人 大哥该咋不说 你家这些小伙计 正经听话呢 还行是吧 咱再来一遍啊 你看看多给面子呀 他喜欢就是说 照应 一有照应那时候吧 就像跟他唱歌一样 他就会再提示 他的存在 甭管是吹口哨 拍手 还是搞出什么 奇怪的声音 伙计们都特别的捧场 立马会变得异常兴奋 细心的年肯定发现了 除了声音很有辨识度之外 这火鸡还有一个显眼的特点 他的鼻子咋搭了得那么长呢 咱们看是 他是在展示他自己的美貌 其实呢 他是树立的是自己的微眼 本身他的脸嘛 他本身他不是红色的 他是蓝色的 生人呢 或者是就是有别人 起入他的地盘的时候啊 他就会变成红色 然后鼻子会变长 他的前面的胸部啊 会会出现有很多的气 有很多的气 像大蛤蜊去的 对 他就像蛤蜊 他就呼噜呼噜的 哎呀 火鸡肉鲜嫩多汁 也味十足 蛋白质含量极为丰富 尤其加以烘烤 味道实属鲜美 国外的一些节日 还会专门烤火鸡庆祝 但是等等 在谢大哥家 这些火鸡 咱可不兴吃啊 他们可是谢大哥 心尖上的宝贝疙瘩 胖鸭一走进 谢东宁家的大院 就一个感觉 眼花流乱 为啥这么说呢 拿眼睛在院子里一扫 地上走的 天上飞的 全是动物 常见的有牛啊 狗啊 非洲燕啊 鸽子等等 不常见的 那就更多了 这是我的小荷兰鸡 这是荷兰鸡 哎呦不大点啊 他都已经三年多了 他是老鸡 看着是一个农家小院 但是事实上 像一个小动物园一样 如果说养火鸡 荷兰鸡啥的 谢大哥是出于喜欢 那对于鸵鸟的感情 就绝对是真爱了 院子里有两个专门的围档 作为养殖区域 里面有100多只 不到一个月的 XS号小鸵鸟 还有20几只 XXXL号的 成年鸵鸟 你说这种小鸵鸟 它怎么能看出 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头宽一些 脖子要长一些 腿要高一些 像这个就是 它完全就是公鸟 这个 看这个 这就完全是公鸟 你像这小玩意 它就应该是个小母鸟 其实按理说 这个阶段的小鸵鸟 普通人是完全分不出公母的 但是谢东宁 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呀 养啥就好琢磨啥 小鸟鸟的特性 也是被他研究的透透的 这鸟的 你看看啊 蹲着一会儿 鞋带给倒开了 对 衣服也前面了 刚才还摇我一片手 是因为你衣服带颜色 它比较喜欢嫩绿色 因为你这个黄色和绿色 有点接近了 正常点 对 你看它不倒我 因为我这个颜色 它不太喜欢 小小年纪还挺厚杀 原来啊 谢东宁和媳妇李文丹 是在三年前 开始养殖的鸵鸟 当时俩人在城里 有别的营事 搞的是化妆品行业 和服装行业 事业也是风生水起 可从来没干过 养殖业的俩人 咋就非要回村里 养鸵鸟呢 一直我就是说 喜欢这些小动物 鸽着啥从小我都有 一来就是说 喜欢的动物 就越来越多了 除了喜欢之后 感觉就是说 想回家创业嘛 就是感觉就是特别喜欢农村 像我父亲他们 也会对我产生一些质疑 反正总来说吧 就怕赔钱嘛 没有听别人质疑的声音 谢东宁一开始 就买了二十几只 半大的鸵鸟 回家繁育 边养边学 刚开始的时候 鸟就是危险性 还是很高的 有几个鸟 都因为就是啥呢 它们中间就打架斗 的时候 然后逃离卷舌呢 导致把腿给掰断了 然后没办法进行淘汰了 所以说这个都是 很大的一个损失 鸵鸟吧 它一生当中 没有太多的病 但是最大的 卷舌的一个安全性 我感觉就是 在它面前 它是过来了嘛 它是过来了 体重三四百斤 身高直逼三米半的 大鸵鸟 属实是给胖鸭吓坏了 但是人家大眼 可不是来攻击你的 它这样抖动翅膀 像跳舞似的姿态 其实是因为有陌生人 走到它的地盘上 它在用这种方式 来捍卫自己的领地 她叫大眼 对 她叫大眼 那个是她的大媳妇 那个是她的二媳妇 我给她指定了配对 哎呦 你这个是属于包办婚姻 今天国家给她定成了家禽 就意味着她的肉 要走路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吧 丰镇区 那个农家乐的 她都会就是说 选择她一个两个的 三个两个的养着玩 然后作为一个观赏作用 谢东宁夫妻俩养鸵鸵鸟 养出个心得 就是鸵鸵啊 看似难事弄 其实非常耐出似 不挑神 也不挑环境 鸵鸵吃的并不多 一天喂两次就可以 你像咱们家 就是公公婆婆 他们也在养牛 十个种鸵 它都吃不过一头牛 价值要远远超过鱼牛 三四年以上的大种鸵 你看它一年产占量 在产占高峰期要有 能产个七八十美蛋 它能出五十个小鸟 就是按六百块钱算的话 是不是就是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一只母鸟 它一年的生活费 就是三千块钱就够了 是不是有一个 两万大几的一个利润 而且养的时间久了 动物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通人性 一只鸵鸟要养到 十八个月之后 才可以成年 在这期间 他们早就已经 把谢东宁夫妻俩 当做自己的主人了 当然能开门了 如果说我要散养的情况下 比如说鸵鸟 一直在这个院里面待着 然后你要进来的话 它肯定不会让你进的 得自己家主人给它看着 你们才能来到它的领地 如今 夫妻俩的鸵鸟事业 越做越大 媳妇李文丹 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 销售小鸵鸟苗 最近几天的粉丝量 天天都是好几千的 往上涨 距离远的 可以连线选购 距离近的 可以直接到地头上拉走 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最喜欢妈妈的回报 哎呀 乡亲们呢 快看呐 现在这小鸵鸟 都能在那隔人家养呢 说俺家 最大的院套的 不养点啥 不可惜了呢 不行 我还得去找老戏 咱唠唠这个养活鸟的事 今天先到这儿 咱们以后再唠 来 散威 好了乡亲们 今天黑土地的全部内容 就是这些了 有愿意和咱们 辽宁卫视黑土地 进行合作的经销商 可以拨打电话 400-6818-801 咨询加盟 黑土地欢迎您的加入 如果您有好产品 好技术 我会有人交给您看